现在希盟这三个党跟斗士党之间的关系如何 当然安华跟老马应该是mogay king 但他们在国会有king gay吗 没有看过 所以安华跟老马是mogay king 但是其他两个成员党 就是成信党跟行动党跟老马还是mogay king 那么其实希盟如果以整个联盟的立场来看 到底你们如何去评价斗 他是不是一个你们可以争取的对象 还是说很难争取 如果争取到的话就是 如果争取不到的话 那么其实就算了 没有啊都是党 基本上都还是我们都有很努力在争取的 而且也争取到了 就是如果我们从投票的角度去看的话 也争取到他们跟我们站在一起 所以任何可以争取的势力我们都会争取的 包括只有一个人的党 有muda 当然也是有一些独立人士等等 所以我们都有在努力争取的 就是说到最后成不成功是一回事 所以我想讲的就是说 好像比如说 比如说沙拉约 PSB的Sri Amman Baroobian有个问题投票的 Sri Amman就缺席了好多次 所以我们都在争取的这些人 所以会是下一任的党主席人选 还是你认为说这个问题还不成熟 不需要讨论 我是觉得有点研制过早 因为我们的党选应该是 因为党选是明年 然后我们还是可以延迟18个月 所以我觉得目前还是研制过早 就是说谁会是党主席的人选 可能安华要打 那Safi Yi会接棒吗 所谓的接棒就是成为反对党 阵线的首相人选 或者是国会反对党 你说应该这样讲 当然很多可能性 还有很多可能性存在的 只是暂时来讲 就是在这一季的国会 我们也还没有看到Safi Yi 有什么亮眼的表现 包括说 这几次纪兵投票 他都没有出席 一次都没有出席 所以 当然 我说这个决定是在西蒙各盟党的手中 只是我是觉得 当然我们可以不要安华担任反对党领袖 可是我们也希望说 取代的人会是 来自共产党 是这样的意思吗 当然不是 我说党变成就老实讲不是那么重要的 只是说他必须是一个真的是更好的 更好的一个人选 你认为说现在西蒙出现了一些的裂痕 这个西蒙的阵线还能够走下去吗 还是说他可能会最终会因为这个财政预算案没有办法被否决而最终分分离析 我认为这个财政预算案不会成为一个 就是让西蒙分道扬镳的一个导火线 但是你问我会不会分我现在也讲不好 现在也不好说 只是说我老实说我没有看到这个迹象 暂时我们大家都认为只有结盟才可以走得更远 只有结盟才有机会真的是执政 但是当然还有一些人有在提的 暂时还没有成为主流 就是说各自打各自的 可能我们维持一个松散的联盟 然后再选后再结盟 这个也可能就是他可能也是一个选项 但是目前为止他并不是一个主流的看法 就是安华当不成他就事不罢休 我觉得这个肯定不是他个人的一个决定 如果你我们看回来 安华在过去从1999年被革职 他一直都没有放弃过 然后你说当首相是他唯一的目标吗 我说肯定不是 因为如果当首相是唯一的目标的话 最容易的就是回去武统 尤其是在当时候的脉络来讲的话 所以我觉得这个并不是一个他个人的决定 我们现在来谈他是不是做不到首相 他就不退休 我觉得还研制过早了